你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钱燕汝 4月份强政过后 来自社会的温情源源不断 有五大青年社团 在日前也特别携手捐赠了将近10万元 要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希望能够协助0403地震灾户 尽早重建家园 4月份强政过后 为了协助灾民加速重建家园 花莲国际青年商会 基隆国际青年商会 及神钢国际青年商会 特别携手来自日本的青商会 与一般社团法人 丁田青年会议所与犬山青年会议所 捐赠新台币98,820元的善款 依诸花莲市慈爱基金 希望帮助到真正的罗斯族群 因为我们全台湾的青商有150几个分会 那有些人 有些因为像我们有日本的也有韩国的 那像我们很多的姐妹会 他们收到台湾这个地震的消息 当下我们去互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表达对这件地震的一些关怀 跟一些捐助 所以我们就是这时候 就是结合我们的日本姐妹会 还有他们一些外分会的姐妹会 一起来做这次的捐赠活动 那也感念当初 日本发生一些天灾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对他们的援助 以及疫情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捐赠一些口罩 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地铁站 他们去募资 就是他们就是自主性去募资 然后所得到的款项 然后在我们今年青商会的 亚太大会的时候转交给我 由我来捐赠这笔项目 为了感谢这份来自社会的温情 市长卫家宴也颁证了感谢壮 那我们这边也会将我们商场 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那在这边要特别的谢谢我们青商会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有部分的一个金人 是透过一麦来做一个 取食帕来做一个回馈 给社会的一个支援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青商会的 这样办理这样各项的公益活动 来募集我们的一个商场 再次的谢谢我们今天前来的 我们刘苏伟会长 以及我们所有青商会的 我们所有的成员们 五大青年社团长期致力于公益活动 与国际间的合作交流 再次透过联合捐赠 展现了跨国合作的力量 也传递出青年团 在面对灾难时的关怀与责任 记者许立琴华林士报导